哈喽大家好我是微笑 我现在的位置在澳门 今天呢我过来这边看看我一位粉丝 他在澳门打工住在珠海 每天澳门珠海两地来回跑 今天呢我就过来看看 在澳门打工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呢 住在珠海又是什么样子的环境呢 现在大家随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小萍 嗨 微笑姐你来了 忙不忙 还好 刚忙 几点下班 七点多才下班 哦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老本娘 Angel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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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微笑 我先给你倒杯水 嗯 好 好 谢谢啊 嗯 来 喝杯水先 哦 谢谢 谢谢 微笑姐你今天有空吧 嗯 有啊 我刚好忙忙给你做个飞手呗 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哎 不怕啊 我有时间 给你做一只美美的 嗯 好啊 好 这边呢 好 谢谢啊 微笑姐你从香港过来要花多长时间啊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哦 对啊 算也挺辛苦的哦 还好 还好 有澳门的身份证吗 没有诶 我是来这边做老公的 哦哦哦 哦 那就是大概一方多个人做的 我们的话一天六个 如果忙的时候的话 那从走到晚的话 有时候七八个都有 玩别的做一个的话 大概时间是多个久 哎 如果做飞手的话 一般的仪器的话 都是一个半钟 但是如果做高级一点的话 可能两个多小时 微笑姐现在我开始给你真轻了哦 快有一点点痛哦 我再给你擦点消炎水 削一下眼哦 微笑姐好了哦 嗯 给你清磨了 一个半小时 终于做好了 辛苦了 还可以吗 还可以还可以 哇 真的是变得一个人一样哦 是吧 我打个看看啊 嗯 好 哇 你平时都是这么晚下班的吗 对啊 我们七点就下班 嗯 今天早上今天上班 十点 有时候我们上十二点的 嗯 就是有两个班 你公司的话 就是去关口要多远了 去关口就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很近的 那过关的话呢 过关的话 大概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可能就要半个小时左右 因为好多人的 嗯 那就是到了关口再去你家呢 也就十分钟左右 也很近的 嗯 朋友们现在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去体验一下 从澳门上班 然后回住海市住的路程吧 好 一起体验一下 嗯 好 每天都是这么多人吗 是啊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了 是下班的高峰期 你们香港会不会有这么多人啊 一样的 一样的啊 朋友们你们看一下 好多好多的人了 小平所要二十分钟 我觉得一个小时都不行 平时也是这样子的吗 小平 平时也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 星期六星天会特别多人 花了四十分钟才出来 对啊 我们每天都这样子的 我就住在这里对面 所以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嗯 住在八楼有点高 你要慢走 没事没事 小平啊 哎 你在澳门工作习不习惯了 现在已经习惯了 这么多年了 嗯 开始的时候习不习惯 开始的时候不习惯 嗯 到了 这就是我家了 嗯 哇 你这个是套房来的哦 对啊 它是隔了四个小单间 嗯 哇 挺好的 是吧 微笑姐 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进来看一下哦 这里是我炒菜的地方 我每天就在这里做饭 然后你看这里就是我的洗手间 有洗衣机啊 喝水器都有 哇 这些你是搬新的就有的吗 对啊 嗯 然后这里就是我的房间 嗯 然后这个就是冰箱 空调也有 哇 在住海住房间是挺好的 对啊 它都包含了哦 对都包含了的 这个就是你晾衣服的地方是吧 是的 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还有两个大窗户还蛮好的 哇 你看一下 很通风 采购也很好 这里其实10平方都不到的 哇 多少钱个月啊 房租是1000块钱 加上水电的话 1200多一点 那还挺好的哦 是啊 还可以 坐下来坐下来 好啊 小平你是怎么接触到美农这个行业的 我那时候其实就是为了来这里才学的美容 我以前是会计来的 在长安大学的美容 会计的话工资高不高 会计工资在老家里面的话就3000多块钱一个月 小平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31了 92年的 结婚了吗 结了 有孩子吗 有啊 有一个8岁的闺女了 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广东罗定的 但是我嫁到湖南去了 那你就是去澳门的话是要说普通话还是说粤语的 说粤语 就是去澳门工作是一定要快听粤语 快说的话有些工作是不需要的 你在澳门的话就是用普通话会被别人歧视的 不愧 我们在店里面很多时候就算快说白话也都是跟客人说普通话的 他们都很好沟通的 澳门人真的很好沟通 来澳门上班的话需不需要就给外劳税之类的 不用因为我是亲戚介绍过来的 以前我小姑子也在这里做的 你做多久了 做了都快5年的时间了 大概平均一个月能拿多少钱个月了 平均的话14000左右 那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 我们是9个小时的 就是8个小时还有1个小时是吃饭的 那一个月就是上多少天班呢 一个月休息反正休息4天 那有没有年假的 有啊我们有6天年假6天病假 老板娘人还是很好的 就是她可以把一个月4天年假都让我一次性休息然后回湖南嘛 你每个月的话大概能存多少钱呢 我一个月应该大概7000块钱左右 怎么那么少啊 因为每个月开支也很大啊 什么开支 就是像我的话 你看一个月的房租加水电的1200多了是不是 然后还有每个月我都会回湖南一趟 来回高铁的费用也要800块钱了 然后就还有我自己的伙食费 就大概1000块钱 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是自己做饭的 因为我们澳门一般都是不保持住的 我每个月都给我婆婆2000块钱 这里都差不多5000多的开支了 你怎么全部都是花在家庭上 你自己怎么那么节约啊 没办法啊 因为那些开支的话是没办法节约的嘛 只能省自己啊 对自己好一点知道吧 但是你有时候想到来这里打工 这么远打工的话 你如果不攒点钱的话 你这么多年的青春 你就白白浪费在这里了 是不是 没错 你这样能做美容压力大不大的 大啊超大的 你看我这里的头发都长不起来了 之前压力大到啊 一块块的班图啊 就是一个妥妥的 整块头发掉了 而且我们做这一行的话 有时候忙起来 一天都不准时吃饭的 所以我都有过多发胃困呀 吃了它半个月都不要才好了 这样子也确实是很累的 一个人跑到澳门这么远的地方打工 你说怎么可能不累呢 是不是还是一个女人 因为我跟我老公的话都是农村里面的 我公公婆婆也都是专家人 也没有说有能力帮我们 我们什么都是靠自己的 还有的话我从小都是 因为我妈妈生了八个小孩 我是排行第五的 然后我是给了别人养的 所以从小就没有很多父母的爱 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他们到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 也没有什么人管我 我就读到高一就没有读了 真的就是你想读书也没得读的那种感觉 我不想以后我小孩的生活条件也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出来澳门打工赚几年钱 你的老公理不理解你的 他还是挺理解的 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嘛 他刚刚买了房子 毕竟房贷就在那里 一个房贷有三千多块钱 因为他的工资在长沙的话也只有三四千块钱 那你们买他的房子是多少钱 总价的话是七十多万 我们是七千块钱一方买的 手期就交了四五万了 装修就用了十六万了 那压力也挺大的哦 是啊 你干嘛不把他叫过来澳门这边工作了 因为我们老人小孩都在家里面 然后如果没有一个人照顾他们的话也不行 因为有时候突然生病啊什么 起码谁叫谁到嘛 在这么远的话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留一个人在家里面 以后我也亏要回去的 人总是要落叶归根嘛是吧 你老公大你多少啊 他比我大五岁 那他对你好吗 还可以 因为他比我大嘛 所以很多事情都比较迁就我 虽然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财力也没有什么钱哦 但是我相信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是会越过越好的 看到你老公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家里面的人都强烈反对我 嫁到湖南这么远的 因为我第一次跟他回家的时候 我在路上我也想着回去一定要分手了 这么三卡拉的地方坐了好久的车 但是我去到他们家里 我脚上有泥巴嘛 因为是农村 然后他妈妈就拿个抹布给我插那个泥巴 写上面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 因为从来没有人对过我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种父母的爱感动了我吧 我从小就缺这一种爱 然后我也挺感恩遇见他们的 他们对我比亲闺女还好 小平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 为了自己的小家 过好一点 独自一个人来到澳门这边打工 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我在这里也祝他就是早日赚到 就是赚到一笔钱回去照看自己的小家 是的 这个也是我的梦想 会实现的 谢谢 也非常感谢你就是给我采访了这么久 谢谢你啊 辛苦了 好了 我下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看我的视频 下期见 拜拜